何喧嚣素妖之地,或能令双肩成为建筑,然而即便穷华派升起,接近昆仑山上天光所在处, 喧嚣如此心魔深度,如何能脱去肉体繁菜成为仙神? 神明之言,善心深何成仙,思念难成仙深? 苏如恕心,如今,只怕完成了明天而行,后果不堪收,意思是说,喧嚣,他会死,死,或是堕入邪道,永不朝生, 章王,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阻止穷华派飞升吗?弟子等前来也正是为了此事 办法?那唯一的一线希望,却要问一问云天何兰? 问我?天晴生前,可曾交付给你一本手机 夜市留了些书给我,可他什么也没交代 哎,你再想想吧,那些书中或许就有宗兰的手机 张老,弟子不明,施工的手机怎会在云前辈那里? 当年,我帅助弟子捉拿逃出门派的天晴与苏玉,几次交手,却总因一时心软,放开了一局 事后想来,心中会恨小致,若是将苏玉带回门派中,喧嚣万万不会走火入,亦不会落到被冰封禁地的瑕疵 于重光隐居之后,我不是下山探望,想要找回苏玉,然而辗转树面 当我在青蓝风寻到天晴时,苏玉却已过世 那一刻,我自觉想救玄宵一世无望 天下之大,要去何处找一个与苏玉命格体质相合的女子 更不论令其修习先术,调和玄宵的扬言之力 一刻,就是那个时候知道玄宵被冰封 天晴他隔着玄宵被求,心中一时突破,离开了 而当时他体内的寒冰之气不可控制 命令其修习,我又如何责怪于他 或许,我为重光,宗殿隐约生命 造就双剑和妖界之争是否步步皆挫 所以宗殿才会半生斗在找寻一种方法 如何在宿主力量失控时,阻止他们继续使用双剑 师公,那个办法,套老人家找到了吗? 他离世前并未来提,只将我与双剑的手机托付于我 顶住万万不可轻易逊人 而我,不愿穷华盘任何人再得到这本手 随将其交付给了天晴 长老的意思是,若能寻到师公的手机 其中会有记载阻止穷华败妃生之法 或许,有此一些希望 可是,爹根本没有提过什么手机啊 我们要不要回青鸾峰找找 我恳求如为,若是寻到办法 定要阻止喧嚣和素有 已是为韩姑娘的性命 我和崇光大错诸臭,回之以晚 请两张呢? 而是为了穷华派门人的安慰 拟天而行,人不胜天 尤其是喧嚣,但仍不够附身 心却早已不受固执 亦是身不由己 十九年前无法救她 十九年后,竟还要见她入邪封魔 身不由己,还能救她吗? 她早... 竟然,她的心,或许还存着一丝善念 真的? 好像在树屋里面吗? 还是墓里面? 远是念了昔日的无照之恩 这么说,她还有救 还能变回以前的喧嚣? 长老,弟子尚有一事未免 纵然师叔已经走火入魔 掌门却仍是神智清明 琼华派非生,凶疾未免 掌门难道不会就此罢手? 苏妖送来好强 自是要倾尽全力 达成不派数代以来的魂缘 她身在局中 怎能轻易放下执念 可况玄宵也不可能让她罢手 且虽要并为妄书之主 勉力示威 定要玄宵相助才能使用妄书箭 又不得不沉回她 如今整个门牌 那是细于玄宵一念之间 因此 玄宵宵遥生仙之前 无欲受容 已在琼华派外作成结界 任何人都能靠谱 结界撤去之时 便是借助大仇之日 时间刻不容缓 弟子等这便敢去青王丰芒 去吧 我公民并回散 阳寿将军 只成在此今半老永天口 青阳长老 留他一个人在这里 真的不要紧吗 一切就按长老功夫去做 他和重工长老 都是可怜的人 十九年来 没有一点安心 现在 现在 已经发生的事 不能再改变 但若是我们能阻止师叔 对两本长老 甚至是对师公来说 定来生莫大的欣慰 对 至少还有那门手记在 陵上 只要能救我 还有 让学校变回以前的学校 哪怕是一点点希望 我们都要去试 不错 师公一生住进了无数 记忆之精湛 所知之广 非我能忘其效 看在手记中 一定显有十分重要的学校 嗯 嗯 我有件事 什么 我想起爹的书 我烤肉食生火图方便 都 都烧的差不多了 你 你是傻瓜 大傻瓜 那种东西也能随便乱烧吗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是 这不陶醉吗 这不陶醉吗 这个时候 我又不知道它很重要 还敢说 这会儿 你气死 可恶可恶可恶 这 对不起 天河既然没有什么影响 是不是真的烧了 也内容之后 总之 先去青鸾峰看看再说 对对对 看看再说 看看再说 手机还在呢 哼 走了猪头 稍累无妨啊 没办法 怎么可能无妨 仙剑一 其实我觉得仙剑一结局的时候 我没有太大的感触啊 仙剑一只有一步 让我真的是快 已经落泪了 就是蝶腰 蝶腰跟那个 蝶腰那个 那一段啊 蝶腰那一段啊 蝶腰那一段啊 其他的都一巴妈妈 我知道 八公山清完峰在这 我真的觉得蝶腰那一段剧情是最好的 其他的都不如那个蝶腰那一段啊 我回来了 好高兴啊 还没结局吗 正在结局啊 正在结局 不要急不要急 对啊 对啊 我从小就住在这儿 山上很好玩的 能打野猪 吃烤肉 装松鼠 那边就是我的房子 哈 这么久没回来 还是老样子 你们看 你们看 哈哈哈 野人一回到山上就是不一样 好久被见天鹅这样上山下跳了 以前无忧无虑的日子 一直是他最想念的 哇 山猪 我看到你了 别跑 山猪 当时为什么会觉得仙剑的剧情非常完美呢 仙剑一啊 就是因为当时很年轻 对这些修仙啊 对这些仙女啊 对这些美女很憧憬 这些爱情也很憧憬 所以每一段爱情都觉得是刻骨铭心的 我记得我前两年重新播了一遍仙剑一 整个剧情让我感触最深的还只有蝶恋 就是那个蝶妖那一段 其他的并没有太深的感触 因为现在长大了嘛 是啊 不像以前那种 横行霸道 每一段都很有感触 一人当大王 那冰是谁 可能是那些猪吧 我还是第一次看紫荫你这样开怀的笑呢 嗯 确实 大概是被天和现在的心情影响 奇怪 猪不见了 猪妖王 猪妖王什么鬼 算了 改天再给你玩捉蜜糖 我赢就吃了你 我叔就下次再吃你 哈哈哈哈 那还不是钥匙 嘿 你们快来 进屋来 看看有没有那本书 紫荫小时候呢 是什么样子的 从来没听过 终于跟紫荫聊天了 我六岁即被送往穷华海修行 在家中的那些日子 只依稀寄的是锦衣玉室 并不为吃穿所谓 那你真是了不起 若干了富贵日子 到山上还能忍受清淡 那没什么感情 比起天和自有适去双亲 在山林中自求生存 我所得到的 已经太多了 初始我只觉得天和单纯异常 不懂事实 如今才知他过得辛苦 却难得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不愿意识完这个呀 你看 哎呀快了快了 已经快结束了啊 不急啊 乖 小子音 你又来了 而且就马上大结局 一个游戏的精髓 就在于一个游戏的大结局 你们看了大结局 会很有感触的啊 照你这么说 大结局啊 没吃过苦的人 就一定比不上吃过苦的人咯 我可觉得 你比天和那只野猴子强多了 再说 我看天和在山上过得挺开心的 自得其乐得很 今天我就带你们白日飞升 嗯 嗯 嗯 走吧走吧 我们进屋去 不然天和那家伙要来催了 嗯 嗯 怎样 找到了吗 爹留下的书 煤烧掉的都在这儿了 不过没一本事和住店有关的 你呀 平时就大大咧咧 说不定看漏了 我和子凌再仔细瞧瞧 哦 好 没有 真的没有 不翻店了 不用指望了 一定是被这笨蛋给烧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天鹤 云前辈留下的东西 全在这里吗 其他就只有些锅子什么的 算了 虽然空欢喜一场 但是回到清丸风 还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至此定论 为时尚走 我在想 如此重要之物 云前辈既然定乱了 无交代 或许他根本没有留给天鹤 您 您 您是说 天鹤说过 前辈在山洞中修了一间隐秘的墓室 他是否会将手机带入墓入 或藏于其他地方 嗯 呃 呃 那个 夜鹤娘能不能都塌了 难不成还要挖开 好 温灵莎 我现在去挖 慢 等等 镜头 手机 手机会不会是这一本 啥 你哪来的 我瞧瞧 不能早就被他偷懒了 奇怪 什么 上面字都看不懂 涂涂画画的 拿来我看一下 这确是施工的笔记 真的 紫英 你看得懂这些符号 这并非符号 而是一种数百年传承的逆行文字 只有真正赌的穷华派驻建秘术的人方能读土 寻常人看来似是一头墓水 灵莎 施工的手机 已从何处得来 啊 这个 对啊 为什么亲羊长老给爹的东西 会在你那里 其实也没什么了 那 到底是什么 哎呀 不就是当初和你进到墓室里 我看见放灵光早域的台子上有本书 一身手快 忍不住就拿了嘛 不过 你好像没注意到 怎么可能 你动作有那么快 也不想想我是做什么的 你演起手快就行 好了 瞒着你 是我不对 不错了还不行吗 除了小偷好像还有一种职业 手速也挺快 后来 你就一直把手机带在身上 那个时候 在你这野人发现我拿了灵光早域 实在很丢脸 但是你没看见这本书 所以我一直随身带着 准备哪天跟你吵架时 当作秘密武器 可以嘲笑你一下 严少 你想太多了 女孩子怎么老是一对秘密 无论什么原因 阴差阳错之下 这也令我们寻得了宗殓师工的手机 或许都是天意安排 这真是太好了 就像人家说的 穿着鞋子找不到 不穿就找到了 天哪 什么穿着鞋子找不到 是踏破铁鞋无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对对对 就是这么讲 我且翻看一遍 其中是否有阻止宿主使用双剑之法 好 你快点看 越快越好 林莎 林莎你怎么了 是不是又难受了 开始了 大天局 师叔会找到 他们 在用蜂蜀剑 你别怕 我马上运工帮你驱寒 林莎如何 已经睡了 一定是掌门和师叔 又用了忘书剑之力 如此反反复复 还不知要让林莎受多少苦 子英 你快点把那本手机看完吧 看完说不定 就能知道救林莎的办法了 每一次这样 她身体里的寒息都会越来越多 就算我替她去寒 也已经没有多大用了 你不必都说了 我都明白 也一样心机如何 只是手机中所载内容十分艰深 柳薛说法更是我触见至今 闻所未明 一时半会 却是无法读通 不管怎样 能快点都是好的 我知道 我会全力而为 子英 还有其他什么 子英 你害怕过吗 为何这样 我以前 总是天不怕地不怕 觉得就像爹说的 堂堂男子汉 没什么可惊叹的 可是现在 我好像变得胆小了 会害怕很多事 我怕这辈子真的再也不能见到梦里 怕我们阻止不了喧嚣 我更怕 救不了灵烧 她会死 其实我也怕 我怕我自己慢慢变老 怕慢慢见不着你们了 原来 天底下有这么多的事 我没办法做到 不是所有事情 尽全力做就会好了 天鹤 你我皆是凡人 生老病死 一世的结果 冥冥之中 恐怕已有天意安排 人 要怎么与天成 天意 你们都说是天意 那为什么爹和娘要说 我命在我 不在天地 爹就算拼尽全力 也救不了娘的时候 是不是就像我现在对着灵烧 什么都做不到 恨自己一点用都没有 天鹤 你问的这些 实在太难回答 就算是跃变人生的老者 也不一定说得清楚 我自问并不畏惧世间强权 自己的生死也可相亲 若是用我一命 能换灵烧 我定会毫不忧 但有些事情 我知道 我们只能祈求所谓的天意 眼泪了 先歇息一下 我尽快读通施工的手机 说不定一切还有转性 我不睡 我陪着灵烧 师公 但愿您已经找到 阻止双剑送铺帮忙 这一切 即使是天意 难道就不能给予 凡人一点倦怒 子英 怎么样 手机看完了吗 那有没有找到 阻止宿主的办法 怎么了 为什么不说话 你为什么不说话 这道题我不会做 你摇头 是没找到 并非没有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你快说呀 大方管难于登天 尤其对你又来 到底是什么 只要有办法 就一定能办到的 你告诉我 好吧 我说出来 我说出来 但你听后 切不可乱的心神 一定要忘记 好 西河 望书建成之后 与幻灵界的大战开始之前 宗殿师公 已经隐约觉得双剑力量过于霸道 随着玄霄师叔和夙语前辈不断修行有成 师公四年愈发强灭 尽管由昆仑山上白日飞升 乃是凡人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 但所谓物极必凡 若是穷华双剑的力量失去控制 则西河宿主可能堕入嗜血狂乱之道 望书宿主则会变得冷酷凶残 世线狂乱 现在的玄霄不就是 师公将这些话 告诉了玄霄师叔和夙语前辈 令他们二人修炼时 务必循规蹈矩 不可造计 以免走火入雨 引发祸事 在妙宇幻灵界一战 双剑失去其意 师叔受扬言所谓 变得暴躁异常 更是黄惊大发 将数名闭刺打成重伤 凡死何止 似乎都应验了师公当初的忧力 令他万能的疼心 双剑既可以是飞升的灵气 也可以成为寝货的凶器 师公他决心 找出当宿主失控时 封印双剑力量的办法 他找到了师马 要怎么做才能封印住 宿主义则双剑 这便是师公领导 这什么意思 是说要让宿主死 宿主若死其意 则他持有的剑将会陷入旁边 双剑屈异 自然无法 可是 这只是说要怎样阻止双剑 根本没说能不能让宿主恢复正常 我想 师公他这只故事 并未真正找到 将双剑之火消于无形的办法 啊 玄霄师叔 之所以在宿玉前被离开之后 变得狂暴难以自顾 乃是因为他二人共同修炼双剑 而灵莎令旺修剑复苏 如今师叔与掌门不断催动旺叔之力 未经修炼宿 只能元神不断受损 一再被寒冰之气所拟 师公还说 宿主持剑 则力量异常强大 要将其杀死弹和辱命 寻常修行之 与之交手 必顾对杨颜烈火 或冷凝寒冰所上 除非有人 能够抵御这两种力量 嗯 这不是主角吗 冰火不清 他当年万万料想不到 当真有人体质如此特异 既不畏寒 亦不怕炎热 子英 这是 他这是大杀器啊 什么意思 天后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从你手出三寒气 而不觉冰冷 在炎帝神浓洞中 又不觉炎热 就已经令人又惊又义 在不周山时 我替你疗伤 初时 以为你走火入味 后来才发觉 你体内有一寒一热 两道气息 冲撞之后 竟是融为一体 并无异章 连玄宵诗书 也说过你体质特异 还有其他许多 有迹可寻之处 你说这些 是要我去做什么 哎 天和姿质太好 就是 太 就是没有文化啊 他也不笨 没有读过书 几十年一个人 待在山上 还有说吗 这是一定要救的 灵莎是未经修炼完成的素质 当双剑做成剑柱 琼华飞升之际 强烈催动双剑 必定会令灵莎 原神耗尽而亡 为了灵莎 一定要阻止穷华飞升 而且悬枭飞升 反而会害了他自己 害了所有人 要阻止穷华飞升 有三种方法 一是夺回望书剑 从此隐居山顶 姑且不论你我如何夺回此剑 即便是顺利夺回 师叔已无法再被冰封 不能飞升 又再度失去了望书剑 你能想象 心魔深重的师叔 会狂乱到何种程度 是的 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 所以 只夺回望书 后果必定会危害 整个球华白 甚至更多无辜的人 第二个方法做事 让双剑速补死其一 则持有的剑 会陷入长年 双剑缺衣 自然无法再用于飞升 所以只能除去西河建筑 要我去 杀死 大哥 天河 他 他是玄香 是除了给以外 对我最好的人之一 是我的大哥呀 就算我再也不肯喊他大哥 就算他杀了崇光长老 就算他变成那样 天河 我已说过 施工留下的办法 对你我而言太难了 你说还有第三种方法 你劝师叔放弃飞升 放弃天河 但是 这是嘴顿是吧 嘴顿不可能 一三种方法最简单 却也最难 你认为师叔会听你的吗 你先救死吧 我找傻子给 学校 大哥 我到底该怎么办 林沙 人呢 马上结局了 马上结局了 不要急啊 有个观众朋友 不要急 发生何事 结局很好的 大结局很好的 林沙 他不见了 什么 先前明明还睡在这里的 走 他会不会是 快走 我们分头去找 他应该还没有走远 你去找青雯峰附近 好 这个 好像 这个 这个 在这个 树屋的后面 树屋 想自禁哦 已经是 已经是最后一章了 最后一个章节 林沙 你怎么会在这 你没在房里 把我和子音吓了一跳 刚才偷听到了 他们的说话 我就该直接下山去的 可是我还是忍不住 想来这 下山 你要去哪 干嘛不跟我和子音说 我们一起去 还记得吗 我们第一次来树屋时 我说以后要到山上邻居 不问江湖世事 那些都还像是昨天的前景 可仔细想想 原来已经过了那么久了 发生了好多好事 我不明白 不是说好了吗 以后一起住在青雯峰 怎么你又要走 我听见了 你和子音的话 那是 不要瞒我 也别安慰我 其实 你和子音 我们不用这样痛苦 只要我把自己杀了 所有的一切不都结束了 林沙 你在乱说什么 这 这怎么可以 我只想找个地方 静静了结自己的心 日子久了 你和子音会慢慢把我忘记了 忘记了 就不会再伤心了 林沙 你跟我回去 好好休息 别再想这些 可是人一旦要死了 反而会多很多钱 想起从前的事 第一次见过我 我想世上 怎么会有这样漂亮的人 只可惜是被任性的大小姐 把人耍得错 在他一先进的时候 我们虽然是被子音借了 却也被他数落了几句 把我记得直跳脚 可是有些事情 就算开始的时候乱七八糟 最后 却变成了无恋如何 也不想关在你 出来这么久了 不少的过山的亲人 有没有怕我回去 这些 我统统舍不得 放不下 我是不是太贪心了 舍不得的话 为什么还要说死 正因为舍不得 才只能这样 天河 我不像你和子音那么强 我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能保护自己 想保护的人呢 不对 是我要保护你 要是做不到 我就太没用了 你知道 我最放不下的 是什么吗 有一天 我误打误撞 进到一个山洞里 在那里遇上一个人 看着还挺顺眼的 脑袋却不怎么理我 居然把我当成了山猪精 我 来 我们来酝酿一下感情 我那时就觉得 这真是个傻子 呆呆的 怕是被人卖了都不知道 和他一起下山闯荡 就只是觉得好玩 虽然他常常做出些 恰到人的事 让我收乱摊 渐渐的 我越来越把他放在心上 总想着 要是哪一天没有了 谁来照顾他 他那么呆 一定会被人骗 被人欺负 灵尚 其实 那都是些借口 他已经比以前都是好 是我 是我自己离不开他 不是 凌莎 不是这样 我知道自己在 没有你的话 很多事都做不成 你不要走 就是